22个人追着一颗球跑 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好看? 世界杯比赛越来越紧张 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很多人不明白 到底22个男人追着一颗球来跑 到底有什么好看?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析 为什么世界杯让球迷们如此着迷 第一,足球的影响力 足球到底何时何地诞生 已经无法考究 但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促居 被认为是足球运动的雏形 虽然世界杯是一个高成本的赛事 但足球实际上是一个低成本的运动 只要一颗球,一片草地 哪里都可以是你的球场 所以足球的影响力是遍及世界各地的 第二,世界杯的分量 世界杯顾名思义 就是世界级的足球赛事 可以说是足球界的奥斯卡 2018年的世界杯预选赛 就有209个国家参与 规模十分大 由于当中的商机很大 所以很多国家都抢破头 要申办这个比赛 以及购买这个比赛的直播权 第三,球星同台较量 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代表着一个足球的时代 甚至是国家的象征 而如今当红的球星包括 内玛尔 梅西 西罗等等 这就好比你看我是歌手一样 可以同时间看到各国当红 以及有实力的歌手同台较量 十分刺激 好看 第四,男神云集 扬眼的东西不管男生和女生都爱看 男生看男神欣赏的是他的体格 魅力 女生看男神可以在脑海中无限一隐 西罗、阿奎罗、内玛尔、罗伊斯、格里兹曼等等球员 集合帅气和实力于一身 怎么能不迷倒云云众生呢 第五,进球难度高 不同于篮球、羽球、乒乓等比赛 足球的进球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 整场比赛下来 双方的比分有可能是0比0 所以一旦有球员进球 就会十分激动韩生 第六,赌 无论是谁赢 赢多少力球 甚至派谁上场 这些都可以拿来赌 很多人治不在球赛 而是在于能否赢钱 所以世界杯也吸引了许多赌徒观赏 在社群的那一刻 赌徒就会有那种 钱到底到手 还是离开银行户口的刺激感 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 小赌遗情 大赌 伤感 其他 第七 讨男生欢欣 其实很多女生并不是真的爱看球赛 只是为了和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是悉尼的对象 有共同的话题 所以陪她看球 而看世界杯 绝对是考验恋人关系的重要时机 到底男朋友会不会因为看球赛而忽略了你 而女朋友又会不会因为男朋友一直追球赛而无理取闹呢 以上就是世界杯的好看之处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补充或者是反驳的话 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当别人一直问你世界杯有什么好看的时候 tag她这个影片就是了 记得帮我分享这个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